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早前揭露 马华早就准备调涨拉曼大学学院的学费 却嫁祸给西蒙政府 财政部部长林冠英也借此调侃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·魏嘉祥 是一名优秀的演员 在调涨学费的课题上自导自演 让政府成为带罪羔羊 若非被教育部拆穿好戏 魏嘉祥可获得最佳演员奖 财政部部长兼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今天发文告批评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·魏嘉祥 早在西蒙提成2019年财重预算案的前一个月 向教育部申请调涨拉大的学费至少10% 魏嘉祥有备而来却终眼说瞎话 怪罪西蒙政府削减拨款 让政府成为带罪羔羊 来掩饰马华要涨学费的事实 魏嘉祥可说是一名优秀的演员 在这起风波上自导自演 要不是被教育部拆穿了他的好戏 他绝对可以获得最佳演员奖 而马华也应该向华社和拉大学生道歉 林冠英也指出 在拉大提成给教育部的信件里 完全没有提到2019年财案的拨款会减少 只是提到该校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承办 事实证明早有计划的马华只是在等待好的时机对外公布 实际上拉大的账目显示 改校的现间流动足以应付新的学年 因此政府认为不应该批准涨学费的申请 以捍卫学生的利益 但是为了教职员的福利 林冠英再次劝请马华 让拉大校友总会接管拉大 实现证教分家 让拉大获得最少3000利益的拨款 NTV7综合报道